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現在,黃絲恒報告新聞。 台灣復興航空客機墜落基隆河的空難,增加至31人死亡,15人受傷,另外有12人失蹤。 台灣傳媒報導,搜救工作因大雨及視野舞步暫停,在早上恢復。 當局午夜將機頭吊上岸後,再發現多具遺體,包括政府機師。 新華社報導,31名大陸旅客當中6個遇難,3個受傷。 交通部長陳建宇要求所有出事型號的ATR-72飛機停飛,接受嚴格檢查。 澳門民航局說,出事的客機去年曾經因引擎問題,在澳門國際機場停留更換引擎。 香港電台數碼35台,更全神,更全真。 C.I.P.S. 社區參與廣播第七季節目。 星期四晚8至9,社區快樂人由惠惠更製作。 快樂的人,一定有幾個在左近。 晚上9至10,我們的夢工場。 我只是做過dreamer,我們要做過dreammaker。 王子玲帶你走入年青人的行業,發掘他們的夢想之路。 你可以透過RTHK Mind,收聽香港電台數碼31台,社區參與廣播的節目。 一日之計在於神,一起做運動,展開新一天。 運動人生,主持劉淑欣教練,洪少妍。 來到2015年2月5日的早上,歡迎大家收聽星期四的運動人生。 在節目開始之前,先提一提大家,由現在至早上的10時, 我們香港電台數碼35台,會與第五台分圖廣播。 大家要留意一下。 來到星期四的運動人生,就是我們一起學太極的時候。 所以直播室除了有洪少妍、Lester在此之外, 還有中華太極系的秘書掌劍教練,劉淑欣教練在此。劉教練你好。 劉教練你好。 你好,少妍。 我們上集說到,太極是在陳家溝這個地方發源。 由陳卜傳到給他的紫質陳黃庭之後,發展成為太極權。 到後來,這個陳識太極權是怎樣發展成其他門派? 這個陳識太極權,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演變出五大門派。 分別是陳識、楊識、吾識、武識和酸識。 楊識、吾識、武識和酸識, 全均以柔和為主。 而陳識以柔和的基礎上, 有剛柔雙劑、快慢雙間、鬆活彈倒、 穿斑跳躍和舒展大方這幾個形式在上面。 所以他們的分別是, 陳識會多一些剛才所說的特點。 而其他四種,楊、吾、武、酸, 會比較柔和,以柔和為主。 明白。 那五大門派,哪一種在香港最早發展? 最早發展在香港是楊識, 應該是民國的年代孫中山時代, 1910年多時,在香港興起。 接著有吾識, 在四十年代的時候, 開始很多人玩和練習, 直到陳識。 陳識在九十年代開始, 逐漸興起。 現在都很受港大的市民歡迎, 老中青都喜歡, 因為他有很強的節奏感。 所以, 玩起來的時候, 快慢雙間那樣東西, 那些人喜歡, 變成很有活動感, 很活潑。 明白。 聽劉教練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陳識太極權可以說是最早期的太極, 但反而是最遲才在香港發展。 為什麼呢? 是呀, 因為楊識權很早的時候, 差不多是第一個識, 在陳家溝以外推出去, 傳播出去。 而在差不多八十年代的時候, 陳家溝出現了四大金剛, 其中黃西安先生和陳小旺先生, 就向全世界推廣這個陳識權。 他們分別去到日本、美國、法國去介紹這個陳識權, 令到很多人都突然之間認識到這個陳識權, 而就將陳識權帶到全世界了。 嗯, 那就是在那時候開始, 全世界都知道有這種運動。 是呀, 所以接下來九十年代就來到香港了, 那些人開始玩了。 明白。 其實太極也有這麼長的歷史, 也有很多人都在學習, 其實去的好處是甚麼呢? 太極權的好處是很多的。 那, 練太極權的時候, 可以增強我們的血液循環, 平衡我們的陰陽。 那這樣東西平衡了, 其實可以幫助延緩衰老, 可以幫助我們, 也可以練到我們的腳筋力, 腳的練習。 其實呢, 在美國也做了一個科學的研究, 你知道美國的科學技術是很高超的, 很先進, 他也把太極權列入了科研的項目之一。 那他們研究了甚麼呢? 太極權防止老年跌膠的功能。 那他們做了這個研究, 也有幾點發現了出來的。 就是, 太極權的姿勢和運動, 可以發展腿部的力量, 令到我們的膝蓋, 可以鍛鍊到, 加強他的肩硬度。 那第二呢, 就是太極權, 行雲流水般的柔軟性的運動方式, 令到我們的寬關節, 肩關節, 四肢的關節, 都很柔軟性很高的。 那就是說, 防腦化, 變成柔軟性高, 跌倒的機會少些。 就算跌倒的時候, 我們都很容易可以恢復的。 那還有, 我們的重心, 練陳式太極權的時候, 是不斷地變化的。 步形又低, 所以可以幫助練那個平衡力。 還有, 很重要, 太極權經常說是意識的鍛鍊, 即是說, 練到你的腦的作用很高, 即是變成了, 防止老人纖維症。 即是, 因為你一直在意識上, 要想著動作, 以及怎樣去連繫, 貫穿, 以及緊湊動作。 那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 你知道老人家跌倒, 真的可大可小。 那如果練完太極, 可以令到平衡力好些。 那就代表, 可以減低他們會跌倒的機會, 亦都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是啊, 所以其實呢, 不僅僅老人家開始練習這個太極, 現在很多年輕人, 就算是小孩子, 他們都開始練這個太極權。 因為太極權, 其實就不分老, 中青, 什麼年紀都練, 都是一個好的運動。 因為你想想, 如果從小開始練習的時候, 更加好, 對不對? 那永遠做運動都是, 趁年輕, 越年輕就越好。 對, 其實呢, 除了對健康好, 它都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可以防身, 因為其實它有幾激的功能。 是。 連美國的大學, 都列太極權, 入他的教學科目那裡。 所以你可以想到, 就是說, 外國人都這麼重視這個太極權, 有什麼理由我們中國人, 自己不學一、兩招呢? 是不是呢? 還有, 其實世衛總幹事, 陳馮富珍, 都在世衛總部那裡, 跟他的同事一起打太極。 而他亦都說, 最好的兩個運動, 就是跳舞和打太極。 其實, 聽完劉教練這樣說, 就知道太極權對身體是很有益的。 不如這個時候, 我們事不宜遲了, 請劉教練先帶領我們做熱身, 我們待會就跟劉教練 學下今天的太極消息吧! 好, 我們一起做吧! 你現在聽的是 香港電台數碼35台。 好, 今天我們介紹這個, 就是叫胸腰摺疊。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可以增加肺部的活動量, 和對肩和腰有一定的幫助。 現在我們開始了。 雙腿站立與肩同寬, 身體自然站直, 雙手自然下垂, 雙肩向後旋轉, 胸部向前, 形成對拉。 然後放鬆, 呼氣。 這個動作就完成了。 好, 現在我們一起做十次好嗎? 第一次, 雙肩向後旋, 與胸部對拉, 放鬆。 第二次, 向後旋, 與胸部對拉, 放鬆。 第三次, 雙肩向後旋, 與胸部對拉, 放鬆。 第四次, 向後旋, 對拉, 放鬆。 第五次, 向後旋, 對拉, 放鬆。 第六次, 向後旋, 對拉, 對拉, 放鬆。 第七次, 雙肩向後旋, 與胸部對拉, 放鬆。 第八次, 雙肩向後旋, 對拉, 放鬆。 第九次, 向後旋, 對拉, 放鬆。 第十次, 向後旋, 對拉, 放鬆。 是否鬆了很多呢? 肩膀。 好, 我們現在可以做一個相反的方向。 這次, 雙肩向前旋轉, 背部向後, 對拉, 然後形成對拉, 放鬆。 呼氣, 動作完成了。 我們現在一起做十次。 第一次, 雙肩向前旋, 與背部對拉, 放鬆。 第二次, 向前旋, 與背部對拉, 放鬆。 第三次, 向前旋, 與背部對拉, 放鬆。 第四次, 向前旋, 與背部對拉, 放鬆。 第五次, 雙肩向前旋, 與背部對拉, 放鬆。 第六次, 向前旋, 對拉, 放鬆。 第七次, 向前旋, 對拉, 放鬆。 第八次, 向前旋, 對拉, 放鬆。 第九次, 雙肩向前旋, 和背部對拉, 放鬆。 第十次, 向前旋, 對拉, 放鬆。 好了, 講一講要點, 身體記住, 要自然放鬆, 不要過緊, 不要頂住, 做的時候, 總之, 完全是放鬆, 對拉, 感覺的對拉力, 然後再放鬆, 那就搞定了。 我們以下下來, 這個動作, 叫做獅子斗毛, 聽名字都很厲害, 其實這個動作, 對我們人體五臟六腑, 內臟的運動很好, 都很好的, 腰肌, 加強身層代謝, 對血液循環都非常好, 如果你是勞累, 做完這個動作, 就覺得整天都鬆了, 還有一樣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消脂, 減肚腩, 令到我們的腰千勢, 加快腸道的愚動, 所以做完這個運動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有少許感覺, 都不一定的。 好, 這個動作怎麼做呢? 雙腿站立與肩同歡, 雙手的前臂, 握拳屈袖, 就這樣放在腰旁就可以了, 成一個L字形, 手放在身體隔離, 作定位, 好了, 現在預備了, 開始, 腰就向前搓動, 向後搓動, 向前搓動, 向後搓動, 動作就好似船腰, 身體要自然放鬆, 我們去感覺身體的前後動動, OK, 我們講一講要點, 動動時, 我們要儘量放在腰上, 保持身體上身, 和腳, 腿自然放鬆, 初動的速度, 可以由慢至快, 因人而異, 身體越放鬆, 震動的感覺就越大, 身體越僵硬的話, 就越難震動, 所以很重要我們就是要放鬆身體, 集中的思想在腰的搓動, 旋腰那裏, 還有這個動作跟扭呼拉圈不同的, 大家千萬不要將腰扭, 帶弧度左右扭, 不是這樣的動作來的, 我們只是向前搓, 向後搓, 所謂旋腰, OK, 好了, 現在我們一起做十次這個動作了, 好, 第一, 向前搓, 第二, 腰向後搓, 第三, 向前搓, 第四, 向後搓, 第五次, 向前搓, 第六次, 向後搓, 第七次, 向前搓, 第八次, 向後搓, 第九次, 向前搓, 第十次, 向後搓, OK, 大家可以慢慢試一下, 由慢到快去做這個運動吧! 運動人生 主持, 劉淑欣教練, 洪少賢 劉淑欣教練, 上個星期, 就教了我們三種拳法, 今天會教我們什麼呢? 今天我們會教三個掌法, 首先我們學一學陳式掌的掌型是怎樣? 陳式掌的掌型就是叫做瓦龍掌, 聽名字其實為什麼呢? 是瓦片, 瓦片中間的部分是龍起的, 所以叫瓦龍掌, 其實是怎樣做法的呢? 手指自然伸直, 拇指和小指眉內合, 食指外翻, 有點外翻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知道掌型是怎樣駕駛, 以下下第一個掌法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雙推掌, 那好了, 一起做了, 雙腿站立, 與肩同歡, 我們屈膝鬆垮, 雙掌朝天, 放在左右腰側, 那我們現在準備好了, 雙掌同時內旋, 即是掌心翻轉斜向下, 然後雙掌向前推出, 那這個就是雙推掌。 雙推掌的用法是怎樣的呢? 我們是用來打對方的胸部, 出掌的時候, 留意了, 力點是放在掌根那裡的, 所以我們一推出的時候, 微微有些力感覺在掌根那裡。 接下來我們一起做這個動作十次, 雙掌放在左右腰側, 內旋, 雙掌向前推出一次, 收回來, 雙掌向前推出第二次, 收回來, 雙掌向前推出第三次, 收回來, 雙掌向前推出, 收回來, 第四次, 雙掌向前推出, 收回來, 第五次, 雙掌向前推出, 收回來, 第六次, 雙掌向前推出, 收回來, 第七次, 雙掌向前推出, 收回來, 第八次, 雙掌向前推出, 收回來, 第九次, 雙掌向前推出, 收回來, 第十次, 好了。 我們剛才學過的動作就是雙推掌。 第二個掌法我們會學的是誰呢? 第二個掌法我們會學的是下按掌。 現在我們做右下按掌。 雙腿站立與肩同歡, 屈膝鬆瓜。 雙掌的掌心相對, 放在空前。 準備好了。 上身向右轉, 帶動雙掌, 向右下跨, 同時按出。 好了, 我們的動作完成了。 這個掌的用法就是打對方的腹部, 所以力點也是在掌根, 所以我們下按的時候, 有些用力的感覺。 現在一起做十次了。 掌心相對, 放在空前。 右轉, 帶動雙掌, 向下跨旁, 右跨旁, 按出。 第一次。 收回來, 放在空前。 再轉身, 向下, 按出。 第二次。 收回來, 放在空前。 再轉身, 帶動兩掌, 向右下跨, 按出。 第三次。 收回來, 放在空前。 轉身, 向右下跨, 按出。 第四次。 收回來。 轉身, 向右下跨, 按出。 第五次。 收回來。 轉身, 向右下跨, 按出。 第六次。 收回來。 轉身, 向右下跨, 按出。 收回來。 第七次。 轉身, 向右下跨, 按出。 收回來。 第八次。 轉身, 向右下跨, 按出。 收回來。 第九次。 轉身, 向右下跨, 按出。 收回來。 第十次。 那我們現在做完十次這個動作了。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做這個下按掌的左邊。 一樣, 雙腿站立, 與肩同寬。 屈膝鬆跨, 掌心相對的, 放在空前。 準備好了。 上身向左轉, 雙掌同時, 向左下跨, 按出。 按出。 動作完成了。 一樣, 亦都是打人的腹部, 所以我們記住, 掌筋要用少少力。 OK? 我們現在一起做十次這個動作了。 掌心相對, 放在空前。 左轉, 雙掌下按, 按在左跨旁。 做完第一次。 收回來。 好, 左轉身體, 下按掌。 收回來。 第二次。 左轉身體, 下按掌。 第三次。 收回來。 左轉身體, 下按掌。 收回來。 第四次。 左轉身體, 下按掌。 收回來。 我們第五次。 左轉身體, 下按掌。 收回來。 第六次。 左轉身體, 下按掌。 收回來。 第七次。 雙掌放在空前。 左轉身體, 下按掌。 收回來。 第八次。 左轉身體, 下按掌。 收回來。 第九次。 好, 最後一次了。 左轉身體, 下按掌。 收回來。 第十次。 我們做完這個動作十次了。 剛才學的第二個掌法就是下按掌。 我們第三個掌法會是什麼呢? 劉教練。 第三個掌法就是橫掌。 我們做一個內旋外旋的練習。 我們先做這個右手。 好了, 現在雙腿站立與肩同歡。 我們屈膝鬆跨。 兩掌的掌心向上放在腹前的左右側。 好, 準備好了。 首先, 右掌, 經腹前, 穿出, 到腰高。 翻掌, 掌心向下。 好了, 右掌, 向右, 向前, 滑, 橫拉, 至身體的右前方。 與肩同高。 好, 接著我們立掌。 掌心向右前方。 接著我們收回掌, 收回鼻子, 埋去腹前。 掌心向上。 那我們完成這個動作。 那我們現在一起做十次這個動作。 右穿掌,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掌埋腹前, 掌心向上。 我們現在做第二次了。 右穿掌,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我們做第三次。 右穿掌,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掌心向上。 我們現在做第四次了。 右穿掌, 翻掌,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向上掌心。 現在做第五次。 右穿掌,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現在做第六次。 穿掌,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現在做第七次。 現在做第七次。 穿掌,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現在做第八次。 穿掌,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我們現在做第九次了。 右穿掌,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最後一次。 右穿掌,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掌心向上。 我們剛剛做完十次的右橫掌訓練。 現在做左邊橫掌內旋外旋練習。 和剛才的準備式一樣。 雙腿站立乳肩同寬, 屈膝鬆胯。 兩掌的掌心向上放在腹前。 我們準備好了。 左掌經腹前, 穿出到腰高。 翻掌, 掌心向下。 然後左掌向左前方, 滑湖。 拉到身體的左前方, 乳肩同高。 立掌。 掌心向左前方。 然後我們收回左臂的腹前。 掌心向上。 我們完成第一次了。 我們現在一起做十次。 左掌穿出。 翻掌。 空前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我們現在做第二次了。 左手掌。 左川掌。 翻掌。 空鉗臥。 立掌。 收回來腹前。 掌心向上。 第三次。 左川掌。 翻掌。 空鉗漮臥。 立掌。 收回來腹前。 第三次。 左川掌。 翻掌。 胸錢滑湖。 立掌。 收回來腹前。 现在做第四次了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湖 立掌 收回来福前 我们现在做第五次了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湖 立掌 收回来福前 现在做第六次了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湖 立掌 收回来福前 现在做第七次了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湖 立掌 收回来福前 现在做第八次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湖 立掌 收回来福前 第八次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湖 立掌 收回来福前 现在做第九次了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湖 立掌 收回来福前 现在做第十次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湖 立掌 收回来福前 好了 我们刚刚做完十次 左穿掌 内船 外船 练习 谢谢刘教练教了我们 三个太极拳的掌营 又是时候休息一会 但大家记得不要走开 因为稍后回来 刘教练会和我们讲一下 练习这三个掌营的时候 要注意的地方 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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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明泉挑选梅艳芳的心寨 和你认识不仅是缘分 而且好像我上世欠了给你 阿姐说爱你变成恨你 你以为你直接的爱 真的就足够了 但不是 你觉得太大压力 就吃不消了 今个星期一至四 晚上十点半 香港电台数码三十一台 夏苗燕 张维基 我们一起请来 汪明泉 和大家一起 讲好音乐 一日之艺在于神 一起做运动 展开新一天 运动人生 主持 刘淑欣教练 红少妍 回到第二部分的运动人生 刚才大家就学会了三个太极拳的掌法 包括有双推掌、下岸掌和横掌 刘教练我想问一下 这三种掌法 其实各自在武术上有什么作用 双推掌可以打对方的胸口 下岸掌可以打对方的腹部 而横掌可以像刀那样 打过去 打顶部 对 打横手刀 好像打颈 横掌 其实除了打过去 好像刀那样 在顶部 刀那样 刀下去 也可以有防卫的功能 例如 如果一个冲拳走过来 就是一个拳打到你胸口 对 一个拳打到我胸口 首先 刚才我们教过村长 横掌 打横 推开拳 跟着 可以跟着 来一个冲拳 打回它 也可以 即是当对方有个直拳打到你胸口 刚才我们这个横掌 有一部分就是在胸口前面横掃出去 是的 就可以掃开对方的攻击 嗯 没错 明白 那我又想问一下 做这三个掌法的时候 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呢 嗯 最重要的是 我们出拳的时候 打 出掌的时候 就不要过直 手伸得太直 也不可以太屈 那我们是要求 曲中求直 是 如果太直的话 我们又死掌 如果太屈的时候 就发不了力 所以呢 总之就是曲中求直 明白 其实我也记得上个星期 刘教练教拳法也有说过 最重要的是 手肘的位置 不要太直 一定要有点屈屈的 曲曲鼻 然后有个弹性 是的 没错 另外我又想问一下 这三个掌法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做得多 有没有说哪一个部分 会有健身的位置 嗯 有的 肩膊是一 腰脊 和脊椎 因为我们讲的旋转 法力那样东西 还有呢 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运动 还有呢 对呼吸都是好的 因为我们都可以练到呼吸的 譬如你出拳的时候 出掌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呼气 然后收起来的时候 我们吸气 哦 即是每个掌法都是的 是的 就是收掌就是吸气 是的 法力的时候 法力就是呼气 哦 明白 好 麻烦刘教练 告诉我们这三种掌法 要注意的地方 以及对我们身体的好处 不如这个时候 我们先听一听 张永妍、Winnie 的健康小提示 每日做运动 可以令我们身心健康 做运动的同事 让我们又了解一下 做运动的好处 健康小提示 张永妍 运动人生 主持 刘淑欣教练 红少妍 又是時候重溫今天學過的獎法。 我們今天第一個學的獎法,就是雙腿掌。 一齊做。雙腿站立,與肩同歡。 我們屈膝鬆跨,雙腸朝天,放在左右腰側。 我們現在準備好了。雙腸同時內旋,即是掌心翻轉斜向下。 然後雙腸向前推出。 這個就是雙腿掌。 雙腿掌的用法是怎樣的呢? 我們是用來打對方的胸部。 出掌的時候,留意了,力點是放在掌巾上。 所以我們一推出的時候,微微有些力感覺在掌巾上。 接下來我們一起做這個動作十次。 雙腸放在左右腰側。 內旋,雙腸向前推出。一次。 收回來。 雙腸向前推出。第二次。 收回來。 雙腸向前推出。第三次。 收回來。 雙腸向前推出。 收回來。第四次。 雙腸向前推出。 收回來。第五次。 雙腸向前推出。 收回來。第六次。 雙腸向前推出。 收回來。第七次。 雙腸向前推出。 收回來。第八次。 双掌向前推出,收回来第九次,双掌向前推出,收回来第十次 好了 我们刚才学过的动作就是双推掌,第二个掌法我们会学的是谁呢? 第二个掌法我们学的是下按掌 现在我们做这个右下按掌 双腿站立与肩同欢,我们屈膝松跨 双掌的掌心相对,放在空前 好了,准备好了 上身向右转,带动双掌 向右下跨,同时按出 好了,我们工作完成了 这个掌的用法就是打对方的腹部 所以力点也是在掌根 所以我们下按的时候,有些用力的感觉 现在一起做十次了 掌心相对,放在空前 右转,带动双掌,向下跨,右跨,按出 第一次,收回来,放在空前 再转身,向下,按出 第二次,收回来,放在空前 再转身,向大动两掌,向右下跨,按出 第三次,收回来,放在空前 再转身,向右下跨,按出 第四次,收回来 再转身,向右下跨,按出 第五次,收回来 再转身,向右下跨,按出 第六次,收回来 转身,向右下跨,按出 收回来,第七次 转身,向右下跨,按出 收回来,第八次 转身,向右下跨,按出 收回来,第九次 转身,向右下跨,按出 收回来,第十次 我们现在做完十次这个动作了 好 接着我们可以做下按掌的左边 一样 相比站立与肩同宽 屈膝松跨 我们的掌心相对的 放在空前 准备好了 上身向左转 双掌同时向左下跨按出 那我们的动作完成了 一样 亦都是打人腹部 所以我们记住掌筋要用一点点力 好了 我们现在一起做十次这个动作了 掌心相对放在空前 左转 双掌下按 按在左胯旁 做完第一次 收回来 好 左转身体 下按掌 收回来 第二次 左转身体 下按掌 第三次 收回来 左转身体 下按掌 收回来 第四次 左转身体 下按掌 收回来 我们第五次 左转身体 下按掌 收回来 第六次 左转身体 下按掌 收回来 第七次 刚才学的第二个掌法就是下按掌 那我们第三个掌法会是什么呢 刘教练 第三个掌法就是横掌 我们做一个内旋外旋的练习 那我们先做这个右手 那好了 现在 双腿站立与肩同宽 我们屈膝松跨 两掌的掌心向上放在腹前的左右側 好 准备好了 那首先 右掌 经腹前 穿出到腰高 翻掌 掌心向下 好了 右掌 向右 向前画弧 横拉 至身体的右前方 与肩同高 跟着我们立掌 掌心向右前方 跟着我们收回 掌 收回鼻子 去腹前 掌心向上 那我们完成这个动作了 那我们现在一起做十次这个动作 右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掌埋腹前 我们现在做第三次了 右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我们做第三次 右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掌心向上 我们现在做第四次了 右穿掌 翻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向上掌心 现在做第五次 右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现在做第六次 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现在做第七次 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现在做第八次 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我们现在做第九次了 右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最后一次了 右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掌心向上 好了 那我们刚刚做完这个十次的右横掌的训练了 好 现在我们做左边的横掌 内旋外旋练习了 那和刚才的准备式是一样的 双腿站立与肩同宽 屈膝松垮 两掌的掌心向上 放在腹前 好了 我们准备好了 左掌经腹前 穿出到腰高 翻掌 掌心向下 然后 左掌向左前方画弧 拉到身体的左前方 与肩同高 立掌 掌 掌 掌心向左前方 然后 我们收回 左臂埋 幅前 掌心向上 那我们完成第一次了 那我们现在一起做十次了 左掌穿出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我们现在做第二次了 左穿掌 翻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掌心向上 第三次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第三次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现在做第四次了 左穿掌 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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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我们现在做第五次了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现在做第六次了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第七次了 左穿掌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现在做第八次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第八次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现在做第九次了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现在我们做第十次 左穿掌 翻掌 空前画弧 立掌 收回来腹前 好了 我们刚刚做完十次这个 左横掌的内船外船练集了 谢谢刘教练和大家 温习了今天所教的三个掌法 如果大家想重温今天所学的东西 很简单 只要登入我们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Click入我们数码35台的网页 就可以重温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约定你下星期同样时间 早上8点到9点 我们一起做运动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各位拜拜